來自東亞和東南亞的各國外長在星期四呼籲 為北韓核計劃而展開的六方會談早日恢復 各國外長在印尼巴里島舉行的東盟10加3會議後發表有關聲明 今屆連會的與會國家包括中國、日本、南韓 和10個東南亞國家聯盟成員國 在聲明中各國外長確認支持為實現朝鮮半島和平無核化的努力 並呼籲參與談判的六個國家 創造一個有利對話和協商的氣氛 六方談判包括南北韓、中國、日本、美國和俄羅斯 北韓在2008年放棄談判 但現在表示希望恢復會談 不過南韓在美國和日本的支持下表示 平壤必須要首先顯示放棄核計劃的誠意